其實不要看香港大眼園之地 我們過往幾十年 其實香港醫學上做的科研 真是世界有名的 尤其是剛才所說的長度科研方面的研究 我們自己中大醫學院 大家師兄弟都很開心 走出來到世界不同的科研舞台上 人人都認識我們 最重要是按下這個小鐘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多謝大家 又到我們這個妙手人心的節目 我是湯慧聰醫生 我的拍檔是Morris 律師 另外今天我們也很高興 有陳家亮教授 陳演講 來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今集的話題就講一些比較科學化的科研 陳演講 你在科學界的科研界地位相當崇高 你有沒有什麼 哪一方面你覺得是你最覺得 令到自己成功的科研 湯医生 一講到科研 有些人會覺得 很悶的東西 是不是大學像牙塔的東西 幾十年前是這樣的 但是近這十年八年 科研已經整個身體環境改變 我們要做科研 那些東西如果不能夠可以帶去社會 改變到改善的社會 或者醫療 那些科研純粹是頭腦上的知識 我作為一個腸胃科醫生 我覺得近這十年八年 我令我最著弱 自己很開心做的科研 就是我們腸裡面的細菌的科研 噢 腸裡面的細菌 腸的細菌大家經常都覺得 是不是那些髒骯髒 那些便便的菌 一定程度上是對的 但是以前的人以為腸裡面的菌 是毒素 我們要排毒排走它 但是已經有更加多的醫學數據 證明腸裡面的菌 主宰我們健康 以及疾病發生的風險 我好像聽過以前有些人吃屎 是不是吃屎是有益健康的 你看回中國歷史 我們東進年代的人說喝黃龍湯 當時有某某的皇帝 他是一個很嚴重的輻射方面 後來有一些當時的大夫 就發覺如果給那些健康小朋友 便便我們叫做黃龍湯 他喝的話就好了 其實早幾年前 在這個世界有名的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已經證明了 有些很嚴重的腸胃致命感染的發炎 將那些健康人的便便 放進去 他立刻痊癒出院 但是這種病人以前 如果沒有這個方法的話 十個有八個會死出不到院 Morris 如果你有嚴重腸胃炎 你記得跟我說聲 我找些好的東西給你 一定會幫到你 我也可以賣 但其實大家會覺得這件事 為何會這麼神奇呢 你回想一下 其實我們人體的細胞的總和 只不過是我們腸道裡的 細胞的總和的十分之一 即是我們人體的腸道裡的細菌和人是十分之一 究竟誰主宰我們這個身體呢 我們要重新考慮過 你說腸道裡的細菌是否幫助消化排泄呢 不是那麼簡單 舉個例子已經有很多證據證明 一個肥的人和一個瘦的人 腸裡面的菌是兩套不同的菌 肥的人腸裡面的菌 會令到他經常覺得很肚餓 因為他不停會分泌一些化學物質上的腦 告訴你你很肚餓 你吃不飽 同時吃這一碟腰果雞丁 你一個肥胖的人 他的細菌吸收會好很多 腸的細菌吸收會好很多 將瘦的人的菌放在肥的人的細菌 肥的人會變瘦 我想問你們 因為研究些菌 你想研究些什麼東西呢 其實呢 我會相信 你想找些類的 我會相信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 哪些叫做健康人的長度 細菌組合 或者我們稱為微生态 有一天我們可以把很多疾病的風險 消除了 照我理解 可能不只是長度疾病 是不是其他疾病 都跟腸裡面的細菌有關係 我們包括肥胖 糖尿病 很多精神健康的問題 都跟長度的細菌有關 精神病原來也有關係 直接有關係 已經證明也有關係 包括抑鬱症 還有老年推化 這個問題也是 所以大家想想 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天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長度菌 因應每個人缺乏什麼 多了少了什麼壞菌 把那些好菌放進去的話 我們可以完全改變了 記住 我們三個不同的樣子 因為我們都是 我們自己父母給我們的基因 你們兩個可以肥胖的 是啊 這叫做父母給我們 我們改不了 別人說好醜命生成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改變 我們長度的細菌 我相信有一天我們改變我們的命運 但是我們中環幫 現在很流傳說 買幾百元的什麼益生菌 倒進口裡 那就是很多好菌 那是不是呢 我也是這樣問 金標準的 是否任何人吃一些菌 吃一包菌 都會令到他變成一個 又英俊又英俊又英俊又高大 又不會精神病 又沒有心臟病的人 其實我相信不是那麼簡單 一個例子 不同地區的人 腸裡面的菌 都不同 我們自己的研究發現 就是說 例如西方人士 他們覺得重要的菌 他們研究得到出來 對於他們健康有用的菌 反正我們亞洲人 是兩回事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找回一些 符合我們此地區的人 還有我們這三個人坐在這裡 我們有三套不同腸的菌 最理想的他朝日做得到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 我們可以量身訂造 配合我們的需要 這些是最理想的 回到剛才你的問題 這個度身訂造 一段時間都未做得到 那現在可以吃些什麼菌 其實市面上 你的菌是五花八末 很貴的 越賣越貴 有些成千元 是啊 我會覺得最重要 就是看看它裡面有些什麼菌種 它有沒有足夠的醫學數據去支持 還有慢慢問 湯醫生 你的醫生 要去介紹你 哪些是合適你的 根據你需要 但是那些菌是怎樣培養的 又說不難得 要新鮮 倒進口裡 好像粉一樣 其實是複雜的 我們的胃 那些胃酸 你平時倒些菌進去 全部殺死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些很特別的技術 來把那些菌包住 保護著它 之後可以去到腸 還要你吃對的那種菌才行 一個例子 有些菌吃進去 對你沒有用 你吃進去都會得到 食字 即是成千元可能浪費了 是的 所以為什麼呢 一定要問湯醫生 我即時想到怎樣幫你 就是如果你肚餓那一段時間 我找一個便秘痕的大便 就放進一個capsule 然後你不要口吃 塞上去 這樣應該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你這個我不會回應的 我想問那些菌是怎樣來的 怎樣抽到那些菌可以放進去 其實要經過很多階段 首先在實驗室 做動物的研究 知道那些菌是有用的 沒有害的 然後才在人那裏做研究 即是在動物體驗的那些菌 先在動物裡做這個研究 把人裏面的細菌放在動物那裏 然後看動物的反應 先在人裏做這個科研 然後再一步一步下去 去到能夠可以人吃的那些 其實已經經過很多很多關 不是隨便 我在實驗室那隻老鼠吃完 喂 我給你試試 是不可以 我以為用一些化學物一溝就溝到那些菌 不是的 所以回回來說 我覺得科研來說 並不是一些科學壞人 躲在實驗室 趕上一些是火星話 我們聽不明白的東西 我們未來香港科研的發展 其實應該是向著這個方向 以及我們香港是首有條件的 湯醫生 你會知道 其實我們香港有很多很聰明的人 只不過以往過往幾十年 我們沒有那麼空間 比這些那麼聰明的人做這方面的發展 但是近這十年 我發覺其實現在社會的策略都改變 香港不只是一個金融中心 其實現在是放很多資源下去 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科技的中心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限制 或者制裁 還有什麼可以幫助香港的科研 令它能夠發展得更好 我想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土地 我們的土地不夠 如果我們能夠逼拖一些土地出來 做這方面的創科發展是重要的 第二件事是我們要給我們的年青人 覺得你有前途 不只是做醫生、做律師 叫做有前途的 如果你對科學方面有興趣有發展的話 也希望很多的投資者 願意開創很多機會 給我們的年青人這方面來發展 是的 這個我感觸很大 因為我想我們的年代都受制於 出來當然是找一份工作 給人尊敬、收入好 其實現在很多細侄、細侄女問我 我同意你的說法 剛才說的 最重要是你自己的興趣、你的信念 我覺得以前科研 就是講外國、美國、英國 但現在香港 我們科研發展都已經達至很高的國際水平 就像陳院長所說的 我相信這個微生物在長度裡面 將會在未來在長遠科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其實不要看香港大眼圓之地 我們過往幾十年 其實香港醫學上做的科研 真是世界有名的 尤其是剛才所說的長度科研方面的研究 我們自己中大醫學院 大家師兄弟都很開心 走出來去到世界不同的科研舞台上 人人都認識我們 我們很希望能夠這件事 不僅是香港做到有個成績出來 還可以帶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令更加多人知道我們香港很厲害 但是最大問題是 如何將它找到食 有些人說做科研找不到食 那其實是否不對 所以我覺得近十年來講 香港現在政府以至各方面做個配套 是向著這個方向 不是純粹是做一些頭腦上的知識 然後變成一個產業 令到更加製造多一些就業的機會 現在我們向著這個方向走 希望這些方向可以繼續發展 是吧 但是有些年青人有些人說香港年青人 不要耐性做科研的 那你見到嗎 我見到現在更加多年青人 這方面的知識技能更加高 只要給他一個環境 我相信他會做得好 香港中文大學其實是一個好的科研環境 我相信 今集說到這裡應該結束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像我剛才所說 拿大便入到藥丸那裡吃 或者放到哪個位置 我們這裡純粹是開玩笑 很多謝大家 下一集仍然有陳家亮院長 跟我們繼續分享他的人生經驗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